广东能够击败众多竞争对手得到两个价 除了有冠军约获之外 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薪水待遇 据二届媒体并大 以次力缺约的是两个月合同 但薪水高达200万美金 并且加强金层成 单场比赛可达到10万美金 用于人家园对努克斯薪水待遇 虽然没有报光 但薪资手准也肯定不低 但是广东联系完俊新正义操作 予款将会成为决策 扬营将于2020年开始实行公资帽制度 将会设定三项具体规定信息以及设施持税 而三项公资帽分别为球队投入公资帽 国内球员公资帽以及人员公资帽 其中球队投入公资帽 是针对球队整体投入而设立的 并且会设置上线里设计 随着公资帽的设置 向广东能够置政筋 连续签约两名外员 需要的操作也肯将会成为决策 除以广东之外 并且能深受影响的球队 当属新疆队 新疆队常规赛 已经更换四顿人 而四顿人公资 若不出一位将会超过公资帽 而到时候将会考验球队经理人寻找外员的水准 继续步 今天上升很热的 继续 下令人考验球队